下面,让我们欢迎来自马来西亚的许玉珠同修与我们分享,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,27年的乳房恶性肿瘤神奇消失,家宅平安,诸事顺义,让我们掌声欢迎。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,如今红台长,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,诸位佛菩萨和隆天父法。 我是徐义珠,来自太平,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学习心灵法门的心得体会和法喜, 一,我乳房肿瘤神奇消失,在27年前,我看到我的邻居被查出乳房有肿瘤,检查结果是恶性肿瘤,我就自行检查我的乳房, 竟然发现我的左边乳房也有硬块,晴天霹雳,如果良性肿瘤是小手术, 恶性的话就变成了大手术,整个乳房要被切除的,面对着忽然而来的灾难, 我感到极度的惊慌和恐惧,但当我冷静已乘坐下来时, 我做了两个决定,一,我要隐瞒家人,不让任何人知道这回事, 二,医生的报告指出,我的确有小母子那么大的肿瘤, 但我不让医生做任何手术,我坚定不做手术, 我情愿与流共存,我要尽力保护, 虽然我大烂临头,我与伪装平静的外表, 以这炸弹共存了,27年,为的是不想影响了我的家庭, 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乳房肿瘤一直在长大, 有大拇指那么大了,常常有麻麻的感觉, 真的很害怕,很担心,我用正面意念不停地告诉自己, 我会没事的,我会没事的,在我迷茫无助的惊慌中, 2014年8月,太平共修会成立不久, 朋友告诉我,心理法门真的很灵, 只要好好修,什么病都能治得好, 我在面子书借出心理法门后, 开始来共修会写炼经的心理法门和台长师傅, 让我看到了光明,看到了希望, 其实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法门, 其实在学习开始阶段, 我不是针对我的肿瘤来写心理法门的, 直到写了四个月,才听到师姐告诉我, 心理法门真的是很灵, 可以针对我们身体的病痛来祈求菩萨帮助消除业障, 和练小房子,消灾除病的, 于是我向菩萨许愿一个月吃素28天, 和请修三大法宝, 许愿炼经和放生, 接下来奇迹真的出现了, 我竟发现我的肿瘤不见了, 摸也摸不到了, 麻麻的感觉也水质消失了, 今后经医生的检验, 医生也摸不到肿瘤了, 大喜, 我知道是大慈大悲, 观世音菩萨显灵了,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显灵帮助我度过了一绝, 我的梦想成真了, 掌握好, 念经许愿放生三大法宝, 真的可以有奇迹发生的, 感恩大慈大悲, 救苦救难, 管大灵感, 观世菩萨, 摩和沙, 感恩大慈大悲, 救苦救难, 卢金鸿台长师父, 我已是向菩萨许愿, 终生遣述了, 而摆带意味消失, 不可健健康康了, 我原本有意味的摆带, 困扰了有两年了, 每天得平密患苦, 这时身体在发出警告, 意识着某些不可疾病的发生, 坚持修心灵法门, 每次要每看医生, 我这妇科疾病, 日行全域, 每天都感觉清爽了, 我还要分享礼佛大忏悔文, 几个月后的神奇感应, 念礼佛大忏悔文之后, 我祈求大慈大悲, 观世菩萨保佑我, 帮助我忏悔与消除妇科部位的业障, 结果一块五脚前大的黑色斜块, 自行排出体外, 我知道瓦夫科的业障基本已消除, 也就是晚年这个部位不大会出问题了, 感恩菩萨。 三小房子超度了房子的要经者, 我住的房子是十年的双层排屋, 在六年前就有位阴阳员的朋友, 在晚上看见有个女人在我家婆的房间, 还听到笑声, 但我全家人没有感应到异样, 在我开始念小房子后, 我的厨房开始有怪声了, 厨房的灯我们关了, 灯自动又开, 我们再关上, 灯自动又开, 家婆房间的房门在无风的情况下, 大大力的被关上拍上, 海半夜来敲我的房间门一次呢, 我明白是什么回事了, 有房子的要经者啊, 真的害怕起来, 我刻不容此, 许愿祈求菩萨转告, 马上烧送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, 一段时间家里安静了, 后来为了感念小房子给自己, 家婆和打胎的孩子, 给房子的小房子怠慢了, 我那没练经的孩子, 梦到有人对他说, 这间屋子是我的, 台场该是说, 这样的梦境是严重的警告我, 快马加鞭继续烧送, 如今相安无事了, 我也练了56张小房子, 梦到我打胎的孩子被超度到三处了, 感恩菩萨, 小房子在灵界相当于金钱和能量, 小房子用经文组合, 来求观世菩萨超度灵性, 所以小房子超度是很灵验的法宝, 灵性, 我们的宴亲在主拿到了小房子可以得到超霸, 我们还了债, 宴亲在主就不会再纠缠我们, 让我们生病痛苦不顺利, 我真正感受到小房子的能量, 真正感受到心理法门的伟大, 使我更加坚定学习佛法的信心, 我今天的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, 请诸佛菩萨和父佛菩萨原谅, 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菩萨, 感恩大慈大悲的如台长, 感恩大家聆听我的分享。